尊敬的魏老师 尊敬的连海大师 尊敬的开学师 尊敬的义工师兄师姐们 还有就是十九届的成生学的学员们 下午好 感恩你们 我是第十七届的 广西南岭的成生学的学员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很紧张 这是我第三次过来学成生学 为什么我会过来学三次 因为成生学真的很好 它是怎么好呢 就是我学完成生学子之后 就是我帮那些朋友们 或者不认识的人 见他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去帮他们调整的时候 他们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反馈 就是说真的有用哦 我现在不痛了 记得有一次就是 最经典的一次 就是有一个活动嘛 我去参加了 在那个池上就有一个 60多岁的姐姐 她说我和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哎呀我的手 这里好痛 我觉得你真的痛啊 你可以给个机会我帮你调一下吗 她就说啊 调什么是调啊 怎么调呢 我说就用我的双手 你可以试一下吗 不用你吃药 不用你打针 不会有副作用的 她说好啊 我就帮她在那个池上就调了 就是大概调了十几二十分钟 她就说很神奇哦 我觉得我的手麻麻的 热热的很舒服哦 因为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要去想那个荷花嘛 我说这样子了 还没好的话 我们先去散那个荷花 散完之后 我们上次可以再调啊 她就很高兴 拖住我到处游玩 和我照相 这就是魏老师所说的 你伸出你的双手 就可以接收到你的善意 接收到很好的姻缘哦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又帮她 在那个车上 又调整了 大概可能去到吃饭的地方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她说现在我差不多不痛了 她说我有一个朋友啊 她也是 她的手啊 也有问题啊 你可不可以帮她调一下 我说没问题啊 可以啊 这样子 就那一天 就是 因为一个一个的 这一上 我那一天 连续调了六个 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长生学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家人 有事的时候 真的很感恩 有一天晚上就是凌晨吧 大概我突然听到 碰的一声 听到声响 我忘了一下 见我的先生 他掉下床了 我就赶紧下床 想拉他 就拉不动 见他不会动了 他就是那个脸啊 整个养住趴在地下 我当时很着急 我就 因为我帮不动他 我就叫我小儿子说 你快想帮我 把爸爸搬上床 爸爸掉下床了 他太重我 我推不动 我的小儿子听到之后 就马上起床 开灯 就帮我 把他爸爸 两个人拖上床 我就 我看 我当时因为很乱 但是 我觉得 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感受了 就和我小儿子说 你快一点 把灯关上 我要帮你爸爸调整 这样子我就 把我丈夫的头 放在我的大腿上 因为他当时的情况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完全是没有意思的 我见他的那个眼睛 就翻在上面 只剩下 半个就是 黑眼珠 翻上去的 还有那个喉咙 就是发出 咯咯咯的声音 那个头就是 这样子 不自觉地 晃动 当时我就 逼我自己冷静 我就 拖起他的头之后 一手放 那个CT 一手 先放那个喉咙那边 就是 帮他调 调了一会 我觉得 好像 之前 好像见他的 呼吸也有问题 好像只出不入 好可怕 当时 就先帮他调那个喉咙 等他的呼吸 什么的 顺畅了 觉得 好像 呼吸好像 就是平稳的时候 我就看一看他 他的眼睛 很神奇 他 闭上了 很舒服地 闭上了 之后 我就 再调了一会 就把那个手 放在 也是在西区的地方 另外一支 在喉咙的手 就放回他 那个心脏那里 就帮他调心脏 调心脏 调了 我也不知道 多长时间了 因为太紧张了 就调 好像 觉得他 整个人好像 平静了很多 也 好像没什么 大问题了 因为他还没醒 就怕他身体 那个脊椎 什么的 碰了 不知道哪里的话 就 把他侧身 翻 侧身的话 就帮他调 一直 由头 调到落脚 这样子 全身都调 调到脚底了 不知什么问题 就是调 大概调了 两三个钟吧 这样子的话 我就 拍一拍他 我说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 掉下地下了 他说 他当时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 就是口齿不听了 说 要没有这样的事 你乱说 我听 那个喉咙 好像那个时候 打结了 还要帮他调一调 就 又帮他调了 那个 因为他还 其实 好像发梦一样 他回到窝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 一手吸气 也是 帮他 轻轻地按住 那个 口那边 喉咙那边 继续帮他调 调到大概到 六点多 差不多七点吧 他就起床 去那个洗手间 去洗手间的时候 他照镜子 就是和我说 老婆老婆 为什么我的嘴角有血呢 为什么 我的眼角那里 有伤痕啊 他这样子 和我说了 我就说 你刚才昏迷了 我就醒了 你 他 他到现在 可能也是 以为 这件事没发生吧 但是他 只见到自己的伤痕了 所以 很感恩 魏老师 把你的大爱 传到全世界 感恩 李爱丹老师 你把长生学 带到中国 感恩我的姐姐 你让我学了长生学 感恩 非常感恩 非常感激 和师姐的精彩分享 他利用长生学 用住了他的 亲人 所以 举起长生学 是一门 能够自救救人的法宝 发现说 对不对 对 感恩 equival 家没有本帮 给他 优独播剧场上 对不对